石门区社福大楼顶楼在石门里长刘启祥与农事达人陈国志的翘首改造下 打造成可食地景的小菜园 分为多个区块种植多种作物 从叶菜类植物、香草植物、攀吞作物到水生植物都有 希望透过多种的种植种类 丰富这块闹区里难得的小绿地 石门区社福大楼顶楼在石门里长刘启祥与农事达人 陈国志的翘首改造下 打造成可食地景的小菜园 分为多个区块种植多种作物 从叶菜类植物、香草植物、攀藤作物到水生植物都有 希望透过多种类的种植 丰富这块闹区里难得的小绿地 因为石门里本身比较缺乏空闲的土地 或者是都是私人的土地 所以没有地方可以做公园绿美化等等的 当时这个社福大楼新建完成的时候 我们争取到经费来做这个屋顶的绿美化 当初有做了这些设备 然后看要如何来做一个使用 然后上来看一看就 这样来规划种些当季的一些蔬菜 这些蔬菜的话如果说长得好的话 我们到时候可以拿到那个老人公餐这边来使用 然后也建议里长说到时候配合的时候 有一些像志工妈妈他们来这边 算是来整理菜园或是来施肥 叫水这些的话都可以做一个安排 然后甚至我还后面的话 还有给他种一些像香草植物 包括像薰衣草迷迭像之类的 到时候这些也可以来做成像茶包子 慢慢来做一个规划 把这个空间再利用出来 也做的是一个立物顶的一个建设这样 石门里内公有的绿地不多 想要绿梅化或是打造一处可食地景 将作物收成作为引法共餐使用有些不容易 因此里长也想到活化顶楼的空间做菜园 不但有效的利用空间 更在农事达人的协助之下 小有规模与成果的菜园也逐渐形成 也让石门里多了一处空中菜园可以种植 我们目前是除了说 我们有办那个里内的老人共餐 所以这些可食地景之后就是跟共餐配合 这些菜会拿到那边 到时候我也会陆续规划 让人家来认养 帮忙来整理这些这块地方这样子 里长说现阶段还是由农事达人陈国志来协助 种植与照顾未来若是能稳定产出 作物将可以作为引法共餐的家财使用 此外未来也将会规划让李明或是长辈来认养种植 期待透过大家一起种植照顾 让这片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空中菜园 神神不息永续的种植下去 记照品函石门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